今天财经评论的题目是 政变传言不断,习近平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9月又是一波政变传言 习近平遭软禁传遍墙内外,国内外,海内外 背景是习近平外访回国后消失11天 自9月27日,习近平终于露面 似乎再次打破政变传言 有人于是问,为何总有政变传言 轻过分子甚至责备反共人士 习近平当政十年,你们都制造了多少次政变传言 其实同样的问题倒是应该问习近平本人 为何总有政变传言 你当政十年,都有多少次政变传言了 其实习近平自己应该很清楚 所有涉及他的政变传言,无论真假虚实 其背后都是人心向背 天下苦兮久矣,几乎人人都盼望他下台 党内外,墙内外,国内外,舆论迫不如此 即便在墙内,只要网管当局稍不留意 就会引爆真民意 比如今年8月中旬,大熊猫脆脆产下幼崽 央视新闻只说了一句,你准备好给他起名了吗? 敦时引爆舆论 拥入的大多数评论,竟然都引设习近平 因为脆字被理解为习死两次的和谐 早已成为网信般的敏感词 由此引爆网民的联想和发挥 央视客户端紧急关闭评论 其他转载的媒体也都紧急关闭评论 由此可见 只要中国网民有一丝空间 就会发出他们今年的最强音 请某人到点下班,到站下车 这几乎是当下墙内外,海内外的共同心愿 普天下的共识 古人云得明星者得天下,失明星者失天下 但习近平却强求强要强来 逆作明星民意顶峰作案 而最令国内外民意反感的是 越是临近中共二十大 由习家军控制的党媒党报 越是鼓足了筛榜子,为习近平连任造势 新华社社长傅华甚至抛出三个一分钟 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外 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 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 换言之,一分钟都不能停止吹捧习近平 意思很清楚 只要一分钟不为习近平造势,歌功颂德,搞个人崇拜 习近平就可能倒下 表面上全是熏天 实质上全力脆弱 既然每一分钟都不能停止造势 自我消失失一天,怎能怪别人造谣传谣 怎能禁得住传言士气,谣言满天飞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身为人大委员长的栗战书 在外访途中,对其他国家领导人交底 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实现第二个百年份的目标 言下之意,只有习近平,中共非习近平莫属 不仅要连任,而且要长期执政,终身执政 直到2049年,即第二个百年目标之日 而与此同时,由习派把控的宣传机器和意识形态喉舌 以不同形式先后发文,让计划经济,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甚至于军国主义 都在王沪宁市的极左话术,语言包装和强盗逻辑下复活 接连获得证明平反翻案 习派强烈暗示 只要习近平连任,就肯定走回毛泽东老陆或金正恩的北朝鲜模式 闭关锁国,对抗文明事件,对内独裁和对外威胁 大名其百,丝毫不加掩饰 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足以让中国人民惊恐 也足以让世界人民紧张 这几乎让人得出一个攻势 习近平当政对中国而言意味着灾难 对世界而言意味着战争 比如台海战争,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习近平对普京入侵乌克兰上部封顶的支持 已经让世界极度反感,极度不安 以各国的认知 突如乌克兰,普京是主犯,习近平就是重犯 这就难怪一旦习近平隐身,必传言士气 一旦传言士气,人们必翘首以待 这是群体心理学 支撑这一心理学现象的就是人心向背 其潜台词就是 若习近平走人,全世界都会松一口气 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幼云之所进退 政变传言不断,习近平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上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所做的财经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